月底我将启程前往北京去拜访歌舞员 我硬扛歌舞员老师十腿 我希望到时候歌舞员陈霍老师用尽全力不要手下留钱 大家好,我是哥老男 邵了妙峰暴徒猛料,歌舞员已经答应他去拜访了 并且还会使出全力招呼妙峰 时间就定在这个月的月底 邵了妙峰作为打扰第一人 把头九位大师打得已经销售密集了 只有老顽童不笔话直接打 让他一战成名 对于歌舞员他也是求有独钟 从年头交定到年尾 今年过后也没有忘记歌老师 接二连三的喊话歌舞员 并且他的粉丝们对于他打扰歌舞员也是呼声最高 都想见识一下歌老师到底有没有视频中的那么厉害 站歌舞员那里去拜访打扰的人 络绎不绝 最后我都感觉是演的 这里面包括健身的、跑酷的、还有大力士 武汉英雄王红祥也是登门队访 UFC的格斗名将李景亮和张伟丽 也是三番两次的去拜访 妙峰也想去可是歌老师一直没有回复他 要是万一去了见不到本人 那不坏菜了 妙峰这个人也是很聪明 从不打无把握之杖 经过自己长时间不间断的矫正 歌老师终于给了他回复 欢迎他的到来 到时候肯定会使用权力打 就看妙峰能不能从头都住了 全网都知道妙峰要硬扛歌老师的十边腿 我硬扛歌舞员老师十腿 我希望到时候歌舞员陈阔老师用尽全力 不要手下留钱 妙峰打架歌舞员必须是全方位的 当初他自己最早的就是手挫红牛 不可能办得到 经过师兄的指点后 他确实也做到了 他也是第一时间给歌舞员道歉 道歉归道歉 但是他是口服心母服 手挫红牛是真的 那我就打架其他的 徒手砸板手和他的鞭腿 是妙峰必须打架的 歌舞员的披掌和鞭腿 让中多打架人吃尽了苦头 足球运动员保佑了护腿板 被他一脚给干碎 他每天都会打一些免费的人肉杀包 这让前来打架的人一个也跑不掉 他第一次使用全力 两下就把木人装给干断了 还有一次使用全力时 是在面对提早大老师 大老表妹是来拜访的 实际是要让歌老师深门名列 一个特战号的班手 足以让歌舞员翻车 歌老师的一张也是手上皮疑 健身大人大宣 一张下去 白里头的红 红里头的黑 李维刚化身老六 也没能伤到歌舞员飞行 反被他打得脸都绿了 这群死鸡肉 组头水辣牙最后全心覆没 最后会上歌舞员这里走一圈 有一位练跑酷的精神烟火 踢管歌舞员 别提有多豪狠了 你这视频都演的吧 发力 接受了吗 最后 最后歌老师给他来了一套满汉全席 该体验的全都体验了一遍 到最后嘴还是很硬 不过满身是伤 到了妙峰也要尝试一下歌老师的披章 但不知能扛几下 不过他要硬扛歌老师的十边腿 只要摔倒一次就算他输 UFC格斗选手 踢人一脚的反应是这样的 哥老师踢人一脚是这样的 他这一脚看是根本似的 只要被摘上 绝对让你痛不欲生 给人的感觉就是演的 第一次感受到摄像师直接被踢出鼻涕来 我鼻涕都我踢出来了 当时王虎强寻找民间高手时 就拜访过各个委员 他的表现也是最自然的 挨过一腿之后头发声都晃了 我看了 我看了头发声都晃了 哥老师一掌打出去之后 直接把西瓜做成了美女想和的西瓜汁 到现在为止 神找大罗是目前唯一一位硬扛哥老师三掌的人 并且还能继续和哥老师对抗 不管是胳膊还是腿部 两人都不想上下 要是苗峰能硬扛哥老师十边腿 必须得有大罗热功夫 要不然不可能办得到 往往也想看苗峰去打雅各委员 主要是想看苗峰是往翻车的 各位大佬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一聊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